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8月31日星期三的港股连线 今早恒指开始升26点 现在保持在23000点上 短期走势会是怎样呢 我们跟衍生工具部主管Gary一天连线一齐谈 Gary早晨 早晨 是呀,怎样看短线恒指走势 会不会都是窄幅在23000点上呢 其实昨晚美股都跌了几十点 不到100的 但其实美股又是一上一落 前天又跌几十 升了100又跌了几十 就是那些位置 上证今天试过低位之后 上周收差不多是高位收 变了其实都好像缺乏方向 但是最近上证都没什么人去看了 因为那个蛮牛状态都明显了 所以都不多离去 反而香港呢 我想今天有MSCI的转换 上次MSCI的转换之后 之前那些很多部分都有很大的压力 接着就是会做一个大成交 可能也要留意下今天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对部分的股份 尤其是有影响的股份 这个都需要注意的 所以今天我想在上周大部分时间 或者在今天开市大部分时间 都会处于这个状态 是去到差不多收之前的一个小时 才会有大量的过副 或者我们又收窄一点点 看看一些板块表现 最近一些内银股 譬如公行、中行等等 表现都不错 股价都有些追落后的情况 那你又看不看好内银股的走势呢 内银整体都不错的 但是在几个当中 我比较喜欢中行 大家有听到这里的节目 都知道中行被提到的 指数都相当多 尤其是在这个人民币 贬值率之后 其实中行的优势是会更加大的 他相对在这个国际市业务那边 他都是比较龙头的地位 嗯 还有他的儿子 这个中人香港 他也做得不错了 昨天的业绩 出来卖完蓝箱之后 还可以派个特别食 所以到今天这个股价 也都抽了一层上去 当然中人香港 你看到他几个东西 首先这个业绩生长 都叫做维持到 虽然食餐收窄了 但是似乎那个信泰 可能做流氧那边 都能定得到 很进取是吗 在目前这样的状态 都做得到 很不错 另一样东西 就是见到他所谓 这个拨比 这个信泰那边的拨比 那个都做大了 似乎大家都意识到 东亚最近的业绩 尤其是内地业务 一多了 那个信泰质素 就会变差了 似乎中人香港 都做了 有什么准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加了一个不错的业绩 其实算是挺好 而且都看到他 对将来的准备 都做得挺好 挺妥当 所以都挺喜欢这些人 我们有些观众 都问回控 就是说近日他走势 都好像回稳 回控 你又怎样看呢 林区总今天呢 其实见到他呢 都是跟昨天的 所谓的 在伦敦那边 做一些回购的动作 有关系 所以就 顺便刷一券 市场 但是 我又觉得 那个 那个 回购 我始终都不是 看得太过 好 我觉得 都很暂时性的一些东西 虽然你说 由他说到 现在都升了 大概 近四、五元左右 但是 我始终都不是 看好这件事 对股价的支持度 有其高 始终都要回归 那个业绩本身 是 没错 而且他买了这些股票 又不是注销 你注销了就说 你不注销 你突然间 扔出来 我都出来不涨 是 这也是 膽有的地方 所以我就 你说 短炒 你说 有这样的消息 我炒上去 无可厚非 但是你说 要持久一点 我就 有些保留 大家要好好留意一下 汇控是否真正正正 有个本业的发展前景 Gaby 刚才都分析过几只股份 你自己有没有自由 我自己也没有 好 谢谢Gaby 的分析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同样时间 我们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